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吓死鬼》 东梅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 此时的她正在拍摄一部名叫《吓死鬼》的恐怖片 东梅在影片中饰演一位热爱表演的小演员婷婷 由于没有人脉又不懂得包装和宣传自己 因此婷婷一直找不着戏眼 说有这么一天一位警官突然找到了她 由于警方在办案的时候需要重现案发时的情景 所以希望婷婷能够参与演出 婷婷饰演的全都是那些被害的女性 虽然这也算是一种表演 但跟拍电影还是有很大区别了 而且泰国这个地方比较敬畏鬼神 重现死者生前遇害时的情景 会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婷婷心里也没点 但不管怎样 这毕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因此婷婷最终还是答应了 之前警方也请过一些演员还原现场 但这些演员非常的不敬业 在拍摄的时候嬉皮笑语 根本就不像一个马上要被害的人 婷婷说咱这么干会不会对死者是一种亵渎 他们阴魂不散该不会让我领盒饭吗 警官说我们讲究的是科学办法 咱帮他们抓住凶手 这等于就是在积德行善 要说婷婷的演技是真不错的 情绪饱满表情到位 把所有人都看醉了 尤其是被害时的表演 把围观的吃花群众看得是群情激愤的 上去就把扮演凶手的演员给揍了一顿 由于担心者上麻烦 表演完之后 婷婷主动去给死者上了相 还原现场的新闻很快就上了报纸了 婷婷也算是小伙了一把 由于婷婷出色的表现 没过几天警官又找到了她 希望她能帮着再还原一次现场 婷婷这次扮演的是一位被强貌的女孩 由于演技过于逼真 把扮演罪犯的男演员都感动不过 演出结束之后 婷婷照例去击败了被害人 接下来婷婷又参与了好多次这样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有一些灵异的现象出现 但看上去对婷婷都比较友善 说有这么一天 前泰国小姐春花突然失踪了 虽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但警方从掌握的线索出误判断 春花已经被杀了 在春花鬼魂的指引下 警方来到了皇宫汽车旅馆某房间 在卫生间里发现了春花的器官组织 警方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凶手正是春花的潜伏龙涛哥 婷婷本以为关于春花的现场还原 肯定会让她来演 而且她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但遗憾的是 警方最终决定让一名女警官拜春花 对于婷婷的敬业精神 春花的鬼魂是非常的钦佩 为了能让婷婷饰演自己 春花的鬼魂把那位女警官给吓死 女警官一死 婷婷很快便得到了 饰演春花的机会 为了更加的贴近角色 婷婷在言谈举止方面 可算是下足了功夫 加上春花鬼魂手把手的亲子指导 婷婷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为了让表演显得更加的真实 婷婷提前到匈牙现场感受了一下 那种感觉由身临其境了 差点把这姐妹下出心当命 春花的鬼魂告诉婷婷 自己并不是千副龙道格杀 婷婷把这件事跟警官说 警官说甭瞎扯淡 铁证如山就是那孙子干 春花的鬼魂一看 警官这么固执 于是就打算给这哥们一点颜色看 还原春花被害过程的这天 现场来了一大批的媒体记者 当婷婷正在表演的时候 春花的鬼魂再次告白 自己不是千副龙道格杀了 并且附在婷婷的身上 跟千副龙道格来了拥抱 警官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春花鬼魂的出现 让这位坚持科学办案的 警官的三观彻底凌乱 为了搞清楚真相 婷婷请大师帮忙 在大师发功的过程中 婷婷不由自主地画了一幅画 不过诡异的是 她画的这个女人 自己从来都没见过 随后婷婷又来到了春花家 在春花鬼魂的提示下 婷婷发现了春花的闺蜜冷淡姐 晚上春花来到冷淡姐家谋情况 原来这个冷淡姐是个拉拉 一直深爱着春花 当春花嫁给龙套格之后 冷淡姐彻底崩溃 于是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把春花给杀了 然后又嫁祸给了龙套格 冷淡姐承认自己是凶手之后 便开始追杀婷婷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警官及时赶到把冷淡姐给毙了 从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些情节 都是著名女演员东梅 拍摄的那部叫 《夏思伟》的恐怖影片 本来这场戏已经结束了 但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饰演警官的男演员 突然在东梅的脸上 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这哥们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妖 而东梅也随即混了过去 剧组闹鬼这件事 很快就上了报纸 由于影片中春花被杀的情节 是由真实事件改变的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这肯定是春花阴魂不在导的乱 转过天东梅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说剧组的胖子姐 被春花的鬼婚一杀了 剩下的几场戏暂时不拍了 关于剧组闹鬼的事 饰演春花的女演员 客串姐告诉了东梅一个秘密 剧组之前在拍春花 教廷廷跳舞那场戏的时候 东梅突然就像鬼上身了似的 很快又口吐白沫不醒人事 把剧组的人全都吓坏 导演说东梅肯定有杨念峰 这事千万不能传出去 听了客串姐的话 可把东梅气得不轻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杨念峰 关于闹鬼这件事 导演和剪辑师也想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两人在剪片子的时候 在素材里发现果然有鬼婚的出现 剪辑师接了个电话出去之后 导演又从另外的素材里发现了一场 女鬼一看暴露了 于是猛的一发功 就让导演的戏份杀了清了 得知了导演的死讯 加上女鬼的出现 把东梅吓得是花质乱颤 东梅认为 肯定是因为他们拍了 关于春花被杀的影片 所以才导致春花的鬼魂 对他们下毒手 于是他来到春花的墓前 希望春花高抬贵手放他一门 那么这一切 到底是不是春花的鬼魂干的呢 其实不是 这些诡异的世界呢 跟春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现在我们必须请出一位 之前从没露过脸的角色 那就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的新鸡妹 新鸡妹是一位跳民族舞的演员 由于人脉天赋机遇一头都不战 因此他只能在景区 为游客们跳跳舞挣个辛苦钱 新鸡妹对东梅这个大明星 是既羡慕又嫉妒 为了成为第二个东梅 他开始不断的整容 但不幸的是 在最后一次整容的时候 他遇到了蒙古大夫毛弹书 毛弹书由于操作失误 导致新鸡妹死在了手术台上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毛弹书偷偷把新鸡妹的尸体 沉入到了河里 新鸡妹死了之后是阴魂不散的 这姐妹不说去找蒙古大夫毛弹书报仇 而是一门心思想着 怎么附在东梅的身上 为了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把一个能扰乱东梅心智 帮助他附身的凤冠送到了剧组 吃瓜的东梅在放道具的屋里 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就被凤冠控制了一时 看出问题的剪辑师 希望把凤冠给烧掉 但导演觉得 东梅带上凤冠之后 跳的舞非常精烈 如果能在影片中得到展现 一定会引起轰动 得知真相的东梅 来到存放道具的房间 想着把那个封冠毁掉 新鸡妹一看可不干了 强行把封冠带在了东梅的头上 看过了新鸡妹的遭遇 东梅马上抱了紧 新鸡妹的尸体很快就被打捞上来 东梅以为自己帮了新鸡妹 一定会换来福报 可新鸡妹根本不领情 影片的最后 新鸡妹猛的一发工 就上了东梅的身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嫉妒是把杀人刀 刀刀都往死里削 平时一定要低调 以防小人神招